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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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事 二少軍來了 姐姐 怎麼如今我見你一面 還得外人來通報了 那自然是不想見你 姐姐 我們可是親姐弟 你怎麼對我如此生疏啊 我看你對我倒是不生疏 幾次三番通過殺我來增進感情嗎 唉呀 那不是咱們慣有的切磋嗎 姐姐怎麼還當真了 姐姐你知道的 我一向崇拜強者 遇到比我強的 我就手癢的不行 那我勸你剁掉 這世界上比你強的人太多了 我們大少軍果真是恢復記憶了 牙尖嘴立得很 一點都不似在人界那麼溫柔可忍 可惜呀可惜 彼此彼此 這二少軍手下就那麼幾個能用的人 都派來監視我了 姐姐真是受寵若驚啊 姐姐啊 要是我那人族的姐夫 見到你這副得理不饒人的樣子 不知會做何感想啊 你 那你也得先是個人才心 好 小姐 還要繼續嗎 你的修為竟然恢復得這麼快 你不會是裝了吧 裝 你試試 你試試 姐姐 我方才不是說了嗎 這不是咱們過有的切磋嗎 我 我只是帶魔君前來試探一下 姐姐身體恢復得如何 姐姐怎麼還當真了呢 二少軍 我送您 出去 來 好 來 三少軍 鱗 鱗 快到二叔這裡了 二叔 你居然出賣我們 你投靠了魔祖 好 是魔祖接納了我 是魔祖接納了我 水里有毒 师兄 你 不愧是墨家未来的大当家 原来你早就怀疑我了 一直没有吃我准备的水和食物 只不过去留了个心眼 来 喝水 好吧 快点去运营走 不行 我跟你一起 剑方 咱俩在玩会儿啊 不打了 不打了 乌坦 你看我姐夫这格局 姐夫 要不你再把你的剑给我玩会儿呗 我倒有多难哪 这不就被我拿到手了吗 哎呀 姐夫 枉费我设这么大个局 还让轩元胜安排了些低级模组 先打打消耗战 轩元胜 这次多亏了你 恭喜二少君 哎呀 姐夫 你可知我为何要拿你的剑 我与姐姐同为麒麟 寻常的武器伤不了我们 却唯独对肝僵墨爷这两把剑的伤害没辙 我这一想 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吗 哦 对了 姐夫 昨天我去找我姐姐友好切磋 可是她对我十分不礼貌 虽然我昨天没得手 但如今我拿到了墨爷 姐夫 你猜 我打算什么时候宰了他 给你也用不了 有意思 这玩意认主人是吧 阿守君 我杀了他 哎 哎 乌坛 格局 别动不动就寒打海杀的 姐夫 要不跟我一同回魔剑 跟我姐姐好好续续救 这么合我意 好弟弟 法力快坚持不住了吧 不劳姐姐费心 要不姐姐借我点法力吧 要不你干脆学死吧 就当了了弟弟的心愿 你不先死 姐姐怎么可以死呢 姐姐 你找我打架 你不提前通知我一声 你不想武则呀 揍你还有一约啊 姐夫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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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你为何要来魔剑 你为何不告诉我碎片之声 还有你为何与士气打斗到此处 我感应到你在用万物苏寻我 便怀疑你到了魔剑 我想看看 是不是我那个好弟弟在宝贝 大大大大大人 结果正好碰上他 上岸污藏 带着人 要来抓你 看来他已经知道我今日从地牢离开了 你留在这里只会让他分心 不过 如果你愿意入坠我们魔界 倒也不视为增强我们大少军实力的一个良策 毕竟你们墨家在人族还是说得上话的 抱歉 我因为勾结魔族 已被墨家出名了 那还要你何用啊 造妮呦 造妮 这不是墨家大少爷吗 现在怎么落落到我们魔界来了 以前不是很嚣张吗 如今倒是跟葬家之犬没两样嘛 起来啊 还嚣张吗 站起来 还愣着干什么 醒啊 大少爷 接着起 你倒是站起来啊 快点 接着起 说你呢 到底能不能起来啊 吵死了 大大少君饶命啊 刚才不是很嚣张吗 刚才不是很嚣张吗 现在跟丧家之犬没两样吗 我走了 我走了 回去告诉世青 我的人 谁都别想动 知道了 道歉 对不起 大少君 是 不是这么叫吗 那应该怎么叫 大少奶奶 这不合适吧 那应该叫什么 我也不知道 这 滚 是 是 还走不走啦 麻烦 你 哪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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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看到 他 omer 花一样坠河 心枯萎 真荒漠 风雨 看破 命运的无常 一票荡荡 去何方 看不穿 你放开我 你装 鞋哥 鞋哥 坚持住 这边 快 快 别想跑呢 快点儿 没事吧 没事 鞋哥 快过来 通都坚持不了太久 十四 跟我走 怎么了 十四 四年前 十四 十四 是尼凯撒了我的脚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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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摩剑吗 等等 你先别急 鞋哥 咱们先进城 找个客人住下 你也休息一下 我一会儿还想吃冰糖葫芦 可以 这么晚了 鸡上有卖的吗 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嗯 鞋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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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点 别动 姐夫 鞋哥 又见面了 你对我家罗疏了什么 也没做什么呀 我只不过让他帮我把你们引入幻境 好方便我杀死你们 哎呀 也算是勉强完成任务吧 也不是什么多优秀的部下 这条死鱼又晕倒了 真没礼貌 真没礼貌 也不知道跟我姐夫打声招呼啊 啊 疯子 你可真是我的知己啊 你可真是我的知己啊 十四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我怎么会知道 我又不会读心术 你在梦境中 看到我砍下你的脚 却还是义无反顾地追到了这里 与我坦诚相待 我只是觉得 你看我脚时的神情 特别的陌生 不似你平常 好 谢谢你这次没有推开我 对不起 即使非我所愿 但我还是伤害了你 随便 我陪你一起找 我不会让你死的 因为你不永远 那是你 你不想不得了 我会让你死的 你不想不得了 小伙子 你不想不得了 你不想不得了 我会让你死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报告大少爷 魔兜大军已经基本溃败 我等就在轻里残挡 很好 继续 走 赶架 你的麒麟角 我想到了 十四 十四 多 知 火 摩迦罗说过,幻境中我们都是一时形态,但定是我心魔态中所致的幻觉。 你觉得我是幻觉吗? 飞也,这摩耶幻境还是我教给摩迦罗的。 我可以在这摩耶幻境中自由穿梭。 你进来寻找真相,我在修炼之余也颇感无聊,便应了你的摩耶之约前来陪你走这一道前辰。 摩迦,对真相可还满意。 你要记住,十四是因你而死。 若不是你当初赐我的那一剑,我又何必砍下他的脚位自己疗伤呢? 这世上因果循环,就连你也逃不开这桎梏。 你还我一剑,我便饶十四不死。 如何? 怎么还呢? 听话,就这么还。 小姐,怎么样? 还在生气吗? 嗯。 都鬼。 怎么就怪我了? 这不也是为了救她吗? 没错,可是你知道吗? 你差点困在摩耶幻境里就出过来了。 小姐为了救你,身体未愈,你用了近十成的功力。 这以后,还不知道该怎么恢复。 现在事情都这样了,你俩还。 我们俩怎么了? 没怎么。 我就是担心我们小姐。 我又何必不是? 你们俩别吵了。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能让世思开心一点。 这解铃啊,还需信任。 我又不是没向她解释,可是她不听了。 可是现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哎呀,女孩子,你哄哄就好了。 怎么哄? 怎么哄? 我又没成过亲,我怎么知道。 这是,还得靠你自己。 没人去啊? 我去。 你敢? 那你都快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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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哥,快去啊。 我走。 去。 去。 笨蛋 你若是在幻境里死了 我怎么办 谁叫你与我算这么紧 又说要与我合理 欺人那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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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是笨蛋 你就安心吗 小姐 小河 小河 这么大人了还酷鼻子呢 小河 你怎么在这儿 之前我们去魔界找十四的时候 不是说让你和墨鱼先回去的吗 回两位小姐的话 是故意写信让我们来的 再说了 多好久没见到你们了 还不能哭一下吗 可以 两位小姐最近过得可好 少爷 挺好的 少爷 有话说话 少爷 你可算是回来了 怎么了 墨家又出什么事了吗 没有没有 自从上次二少爷回来以后 去跟变了个人似的 也不出去喝花酒了 就待在家里待客 我都怀疑他是不是别人假扮的 哦 还有少爷 我们收到您的信之后 二少爷还为我和小河 准备了盘缠和点心 还帮了一辆车呢 嗯 那快进屋吧 啊 快进屋 走 走吧 墨言 我想让你明白 除魔是你的使命 刺伤魔君 你没错 即使不是你 也会有别人来为民除害 只是恰好 直接的人是你 我明白 我从未质疑过自己的使命 只是千算万算 没有算到 我与你的姻缘 看你说苦 我怎么舍得 墨言 其实我上次与你分别 原本想瞒着你 独自去解决这一切 我不想把你卷入纷争 将它置于死地 所以我们必须尽快 清除这些碎片之毒 放能与魔君一战 不见 不见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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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除你体内碎片之毒 唯一的办法就是 我和炎儿 先把你体内所有的碎片逼出来 不过你放心 我们定会护你周全 待把所有碎片上的毒气清除之后 再将碎片 推回你的体内 炎儿 我们开始吧 炎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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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家 我在小宣庄守着他们三个 你去后山看看 有没有魔族出现的踪迹 好的 莫兰哥哥 包在我身上 怎么了 我找到扩大保健机的方法了 先别笨了 这次能扩大多少 上次可是只能勉强 照住我们两个人 我跟你保证 这次能照住 整个小宣庄的 不信我试试给你看 我信 但是照住整个小宣庄 法力消耗太大 又能持续多久呢 这个问题 我还真没想过 小傻瓜 你看 现在最重要的 是保证他们三人 在司法期间不被打扰 若是只照住他们三个人 法力持续的 便可以持久一些 对啊 那我试试看 是 如果 smash 反正 还清磊 轻费 真的 颜哥 我可以进来吗 进来 颜哥 莫言 我会用宝镜姐姐 将你们照住 你们藏在里面 就没有人打扰你们了 有劳了 你走到姐姐里面 不要出来 莫兰 我要跟你共进退 攻击法术 我也有练习的 我自己可以保护自己 不行 我自己可以保护自己 现在是他们三个 最关键的时刻 若是姐姐 没有办法保护他们 那我们之前所做的一切 就都白费了 过来 撑着 你 谁 你 姐姐 其实不是你死 就是我方 是井 搜索吧 这一切还来得及 武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 少废话 母亲 娘 你以为我奈何不了你们 这一切就会结束吗 早在我上山之时 我就已经布下了血月幻术 不多是 整座山 乃至山下的五个镇子都会被毁灭殆尽 就算你拖进了人魔两极又如何 坐拥天下又如何 不顾是一片废墟 收手吧 收手吧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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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murder 你自以为血月幻术可以操控人心 是瞄准了人性直弱 但你有所不知 人性虽然有弱点 可一旦有了目标 人性的强大与坚定 你无法想象 本是弱肉强食的世界 为何魔族不能称王 为何魔族不能称王